請選擇 我選五度五關得主 五關是誰啊 我很好奇 五度五關到底是誰 請開門 歡迎蕭鴻仁 蕭鴻仁 蕭鴻仁十三歲時曾參加知名選秀節目 更成為兒童組閩南語五度五關得主 2008年時發行首張創作專輯 更入圍第二十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的肯定 熱愛音樂持續創作的蕭鴻仁 在十一月發行全新專輯 五度五關的堅強實力 挑戰人可要小心囉 十三歲就參加舞燈獎兒童組 對 南語的五度五關 對 所以年紀現在還算小 而且你發了專輯耶 對 我發新專輯了 恭喜 對 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你是一批嗎 沒有 就是十首歌的一張專輯 然後專輯名稱叫 我的世界沒有你的音準 是什麼意思 之前有參加比賽嘛 那過程中其實感情 帶給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是 因為我失去了一段感情 那特別把這首歌拉出來 當作專輯的主軸 也希望大家聽了有共鳴的 其實他很有想法耶 對 來跟大家來講一下 今天你們兩個選擇的 這個歌曲是什麼 我要唱 寂寞 寂寞就好 蛤 真的是 也是一樣 寂寞的歌 對啊 那妳要唱的是 我唱 媽媽請妳不聽聽 蛤 真的 真的 我第一次唱耶 我懷疑你是賀一航的兒子 沒有 我也不是 因為這個歌 因為賀大哥也唱得非常好 對 那你 他來唱應該會有RMB的感覺 好 希望賀大哥可以看到這一集 是 一定會 我們會燒給他 就是錄起來給他看 錄起來然後燒一個CD 然後給他看 OK 兩個人準備好了就來 請開始 對音樂相當堅持的蕭紅人 今天首次擔任關主 要將最誠懇真摯的歌聲 獻給所有觀眾 首次擔任這首歌音樂 kl 叫聲 不勇敢 不可以點你身邊 跟你來作伴 請你關中我 請你關中我 小的時 你說的話我不聽 今天的路 才會吃牌走 媽媽請你不肯聽 不肯為我心肯聽 有一日 我會在著火名聲 想起到媽媽的行業 在阿部你感無勇敢 不可以跟你照顧 我是不好走 請你關中我 請你關中我 提出到 你的相片 緊緊看 希望不你不肯太風光 媽媽請你不肯聽 不肯為我心肯聽 有一日 我會在著火名聲 媽媽請你不肯聽 不肯來為我心肯聽 有一日 我會在著火名聲 有一日 我會在著火名聲 看一下DJ老師的看法 今天看到蕭虹人我很開心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你的音樂作品 今天帶來這一首 媽媽請你不可以聽 其實大家知道 大家聽到的版本都是比較 屬於台灣那種... 流行的 對,然後比較濃烈一點點的情感 對不對 但是今天蕭虹人自己自彈自唱 而且有做一些比較細膩的改編 其實聽起來 剛剛凱然姐就說 會有一種讓人家想像的空間 那種感覺是淡淡的 但是其實它的那個味道、情感 又跟原唱的感覺 或我們平常聽到的風格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只好聽、好看 而且才華洋溢 希望你的新作品有非常好的成績 謝謝 謝謝 蕭虹人 我知道其實你之前經營那個 烤蝦店對不對 對啊,不要再提了好嗎 不要再提了 OK,對不起 因為已經倒了 我吃,還來不及去吃 對,可是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就是 感覺的出來啦 就是你一路 就是對於自己的音樂夢想 都非常的堅持 所以就算你沒有發片期間 其實我都有在關注你的Facebook 也很期待你有新的音樂作品 特別其實每次你的演唱 我真的聽了都會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今天你唱的這一首 媽媽請你不肯聽 我覺得你唱出了一個新時代的味道 其實我 你大可可以把它唱得很灑狗血 然後獲得滿堂采 可是我覺得你選擇的是 比較不煽情的唱法 我很喜歡這樣新時代的一個 詮釋的方式 然後自彈自唱就是帥 然後我覺得蕭虹人這三個字 從你出道以來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都覺得它是一個品牌 就是它是沒有別人可以取代的 顧衛城首次挑戰頗有大將之風 蕭虹人全新詮釋歌曲也獲好評 這場對決誰能贏得勝利呢 我寂寞 我寂寞 寂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來我回憶裡微笑 媽媽請你不肯聽 不肯為我心肯聽 我寂寞 我寂寞 請揭曉 創作才子對決甜美女生 只能更勝一籌 請揭曉 關主十三挑戰者 比起關主十九挑戰者十三 謝謝大家 差了六票啦 也是表現不錯啊 給大家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音樂饗宴 真的再次謝謝你們兩位 謝謝